来看雷神发威 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昨天午后对流旺盛 大雷雨一路从南下到北 不只是大雨下不停 闪电打雷更是不断 天气风险公司统计 从昨天的中午12点 到晚上6点半 6个半小时之内 就发生了14万次的闪电 21000次对地雷击 数量之多相当罕见 而且预估这样子的现象 从明天到下周三 都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天空一道紫色闪电 疑似直接落在明宅屋顶 29号中午开始 大雷雨一路从南往北狂炸 不止雨来得又急又大 超多次巨大闪电打雷 更是吓坏不少人 天气风险公司统计 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半 6点5个小时之内 全台各地闪电超过14万次 更有2.1万次的对地雷击 总计有超过4万次 像这个闪电打雷的情况 自处之多长期观测天气的专家 都直呼夸张 雷神这天特别光顾台湾 从当时闪电检测画面 密密麻麻落雷点 布满西半部 从台南一路往北走到桃园 天气专家说受到太平洋高压 影响对流旺盛 才会出现这样的天气形态 雷神发威狂炸西半部 而这波恐怕还没终止 预估周五到下周三 都还有可能再出现 据友综合报道 最近对流旺盛 外头大雨不断 室内的湿度也增加了 有民众发现 家中出现了大量的 史前生物 伊鱼 让民众非常地头痛 专家说 伊鱼属于夜行性昆虫 喜欢潮湿的环境 最爱吃纸类跟衣服 还有毛发 想要防止它们繁殖 除了使用杀虫剂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要控制屋内湿度 减少纸类杂物 还有勤烫衣服 夏季午后 经常下起大雨 相对湿度增加 屋内害虫也跟着增生 拿出报纸轻轻一抖 副左爱上头的伊鱼 立刻掉了出来 有脚有尾巴 还有长长的触须 乍看之下就像蟑螂 旧网友在脸书哀嚎 表示现在开门回家 都可以看到伊鱼 从客厅穿越 更夸张的是 上完厕所要洗手 在洗手盆内 也可以看到伊鱼 跟它对望 好恶心 好搞不 逃宿的地方比较多 一些沙虎都被它吃掉了 我想说它是 什么蟑螂的亲戚 直接吓到跳起来 伊鱼又成为杜鱼书虫 由鳞片和触走 希望栖息在阴暗潮湿的环境 植类衣物毛发 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 行动速度超快 繁殖力超长 平均一只就能生产超过 100克卵 它会吃我们的衣服 还有我们书籍 甚至我们的毛发 对我们民众 是会有所困扰 如何杜绝它们生长 除了使用杀虫剂 屋内减少堆积 不必要的纸类杂物 平时衣柜的衣服 也要拿出来多烫 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屋内湿度 最好设定在55到60% 或是在屋内四周 衣橱衣柜放置臭丸 防虫片 就能有效控制易于 在家里仓狂 接着王胜轩王东山 台中 收拼 首批Novavax疫苗50.4万 在今天早上7点钟顺利抵达台湾 日期最快7月8号可以开打 不少担心mRNA疫苗副作用的民众 很期待Novavax 不过根据美国CDC公布的三期临床试验报告中显示 3万名的受试者当中 有6个人出现了轻微的新肌炎 还有新包膜炎 其中有5个人住院治疗 对此卫福部预防接种组召集人李秉颖认为 目前只确定mRNA疫苗 有可能会引发新肌炎 相较之下 次单位蛋白疫苗 记住比较成熟稳定 喊话国内尽快地开放青少年施打 卓中英则表示 目前正在和药厂洽谈送解 飞机落地 舱门开启 地勤人员小心护送 首批Novavax疫苗50.4万剂 周四送抵桃园国际机场 预计最快7月8号 就可以投入接种作业 但根据美国公布的 三期临床试验报告显示 3万人打了Novavax疫苗之后 有6人出现轻微的心肌炎和心包膜炎 其中5人住院治疗 对此国内医师怎么看 毕竟Novavax是打的人不够多 我们还是要注意说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心肌炎的通报 肠病毒啊 酶浆菌啊 等等这些 卫生物本来就是会引起心肌炎 我们所看到的蛋白疫苗 都没有证据显示说 它跟心肌炎有关系 医师李炳尹认为 目前只能确定 MRNA疫苗可能引起心肌炎 至于属于次单位蛋白疫苗的 Novavax施打后 会不会引起心肌炎或心包膜炎 后续还要进行监测 李炳尹也建议 国内应该加速审查 Novavax疫苗 开放给18岁以下的国人施打 让青少年可以多一种选择 看看印度和欧盟 已经分别在3月和6月 紧急核准12岁到17岁的 青少年施打 加拿大也正在审查青少年的紧急使用授权 那国内的进度呢 首批到获得50多万剂 Novavax疫苗接下来将开放给民众自行预约 但各个县市要怎么分配计量 指挥中心表示 还在统计接种不同计次的人数 以及各县市的需求 将在封肩检验的这段时间完成统计 再公布给各地方政府 记者陶一轩成情顺台队报道 我国今天的本土确诊数降到了3.8万例 另外新增中重症291例 死亡118例 指挥中心分析 全国各地的确诊数下降的情形一致 预估未来几天会维持在3万多例 周末更有可能会降到2万多例 不过有医生担心 BA4 BA5这两只变异株 恐怕已经攻入了台湾社区 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对此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罗义均坦言不敢说一定没有 但如果要引发流行 有可能要到八九约的时候才会发生 本土确诊数在连续两天 卡在4万多例后 30号又跌到3.8万例 并新增中重症291例 死亡118例 而且全国各地区的疫情一致降温 预估未来几天的这个趋势 都还是会在这个3万多例 通报数如果减少的话 是有可能会到这个2万多例 台湾的这个7天确诊数的 移动平均值去看 更可以看到那条曲线是明显的在下弯 西贯院副院长洪子仁也拿出图表分析 这波疫情的本土确诊数 在5月27号达到高点后 接着就开始往下走 退消趋势明显 不过有不少专家预估 随着边境检疫松绑 憋点4 憋点5变疫株 很可能攻入社区 就怕在秋冬酿成新一波疫情 台大日同医院院长黄立民建议 接下来要加强观察哪些县市病例还在增加 并监测本土病例 看看社区内是否有 B.4跟B.5病毒在流行传播 隐藏的或潜在的这种 不敢说一定没有 如果要产生流行 也有可能是要到八九月以后的事 他要在扰动一波大的疫情的话 发生的风险程度并不是那么高的 另外30号指挥中心也公布 巴黎密西通报个案 年龄落在7个月到11岁之间 好在治疗顺利 其中六例已经出院 接送吧